这将会是2023年最值得期待的格斗比赛之一 羽量级踢拳世界冠军赛 2023年1月14日 白俄战神清吉兹阿拉佐夫 强势击败当时的羽量级踢拳世界冠军苏波帮 以KO的方式赢得羽量级踢拳世界冠军金腰带 但是阿拉佐夫还有一座没有翻过的大山 它就是马拉特格里格里安 这次比赛是两人的三番战 就定在8月5日 万冠军赛巅峰系列赛第13期 下面的时间 北哥就带你们看看两人10年前的两次精彩对决 两人的首次对决发生在2013年4月 当时的马拉特21岁 职业战绩35胜4负18次KO 阿拉佐夫才19岁 职业战绩17胜0负14次KO 当时的两人可以算得上是年轻帅气 阿拉佐夫是带着不败战绩而来 17场连胜14次KO 两人可以算得上是旗鼓相当 打法也非常相似 但是非常的遗憾 两人在打到第一回合快结束的时候 出现了一个大家都不想看到的意外 马拉特踢完高扫以后有一个转身动作 阿拉佐夫冲上去补拳 然后碰到了马拉特的这个肘部 使得自己的眼眶受伤严重 阿拉佐夫冲上去补拳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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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